日本首相坚职人说他将不会辞职 之前一份报纸报道 他的办公室收取了来自一名外国人的非法竞选捐款 星期五的朝日新闻说 坚职人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 从一位住在日本的韩国人那里 收取了超过一万两千美元的政治现金 这违反了竞选经费法 坚职人星期五告诉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 他以为捐款人是日本国民 因为那个人有个日本姓名 他说如果朝日新闻的报道属实 他将全额退还这笔钱 坚职人的前外交大臣钱元成司 星期日因为类似事件突然辞职 有好几万的韩裔人生活在日本 他们拥有日本姓名 但没有日本国籍